这样的刚刚也提到了台湾是一个岛屿的国家 我们看到了全球暖化的议题 有很多国外的原住民 其实已经面临了一个全球暖化跟千村的问题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公民也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问题 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那我们的海岸变迁是在全球暖化 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水库政策 还有海岸的土地使用的一个政策 造成我们海岸变迁非常的剧烈 那也影响到海岸地区的一个渔圈的一个生计 和人民财产的安全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除了就是说海岸的一个水利设施的一个改善之外呢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整体的国土富裕计划可以来进行 好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先请谢长廷先生来回答 谢谢我主张环境优先 我也主张海洋立国 所以我有一个心愿 台湾有水的地方都要很安全 有水的地方都要很干净 有水的地方都要很漂亮 那我在高雄爱河的诊治 前正河的诊治 后静溪的诊治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理念去做 我也曾经想诊治淡水河 可惜落险 很可惜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我们要维持一定比例的 自然海岸 现在海岸那个商业海岸太多 都是水泥地 那自然海岸的存在是有一定比例的 这必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对海岸的污染 不管是船舶的汇油的污染 家庭汇水 工业汇水 这些汇水的取缔 排放 过去我们污水下水潮排放都比较近海 现在越来越 我们拉到比较深的海气 然后做二级的处理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进步 然后人民的 对这个第二代美学的教育 环保的教育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觉得环境的迫害 其实就是打劫我们下一代的资源 这是四代的不公平 那这些我们要做的 私地公园 我过去在高雄 左延有一个私地公园 现在中华民国势力人们在任养 做得非常成功 好 谢谢 同样的问题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郑小姐提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台湾 尤其是云嘉南地区 我们的地层下限 海岸受到侵蚀 以至于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记得有连续三年 云林的台西 嘉义的东石 都因为淹水 我们我在台北市长任内 连续三年派员去帮他们抽水 也就是说 政府自三防洪的计划 做的不是很理想 谢先生当院长的时候 提出八年八百亿的计划 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 努力的结果呢 后来整个增加到一千四百亿 不过到目前为止 去年又有淹水的情况 我们感觉到基本上呢 这个执行率并不是很高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们环境的政策呢 我个人是提出来 必须要做一个国土富裕的总体检 不但是要注意到河川海岸 也要注意到这个高山 因为河川从山流到海 这一整个过程都必须要符合环保的规定 才不至于使得到了海的时候发生问题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 进行的开发 有的是有必要的 海岸应该解研 但是开发的时候 必须要把环保的观念 永续的观念摆进来 所以我们的政策不是环保政策而已 而是政策环保 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呢 能够把台湾美丽的海岸保存下来 才能够对得起我们的子孙 谢谢郑秀娟小姐也在现场要继续提出追问 我们请郑秀娟小姐 两位总统候选人好 我看了两党的国土富裕政策都写得很棒 可是老实说15年前 我就看过经建会的规划 也是写得很好 但是现实呢 是这十年来 这十几年来 环境敏感区域的生态 浓于用水呢 其实还有沙都给了工业区 所以现在状况就是 以我的家乡来讲 台湾县旗谷的海岸 是每年再倒退28公尺 那不晓得就是两位的 两位候选人的政见 的执行的进度 是不是赶得上我们国土沦陷的速度 那我们沿海乡镇的居民 除了花大钱盖大海体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谢谢 好谢谢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先请谢长廷先生回答 我们生态敏感地区要先画出来 一个国家就说 哪一个地方是不能开发的 不能挖的敏感 一些是可以的 增长多少 那所以我一当 一做院长我就做这个黄红 刚才讲的八年八百亿 九十五年中提出来 后来立法院被挡 挡了一年多 所以刚才马先生说 去年还淹水 就是很可惜 当时都没有党的话 就不会淹水了 那么我们是用生态工法 我在高雄三明期的本额里 以前一年多淹四五次 后来我用旭红 我们过去是用提访 未来用旭红 四红 分红 我们民进党用 原山子分红 所以细子不会淹水 长安里不会淹水 内湖不会淹水 就是成功的 虽然来得比较慢 台中的大理 大理西也是用分红 所以分红 四红 续红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大方向 大方向可以保护 好 谢谢 同样问题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如果 谢谢 这个郑小姐的问题 如果 谢前院长的计划 这么好 怎么还会需要 台北市连着三年 要跑到云加南地区去救灾呢 我们一救救好多天 有时候做到13天 才把所有的水抽干 才能够帮助他们 如果只能这么完美的话 为什么去年又有淹水呢 尤其在台南 好几个乡镇 所以可见呢 我们自三防红计划 距离目标还远得很 所以刚才这个 郑小姐的抱怨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点呢 我们两党都应该要检讨 将来如果 不论我们哪个 哪一个执政 都一定要好好的 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提出来的 把国土富裕 做一个总的体检 把需要优先 做富裕的地区挑出来 然后 如果已经开发了 要做好环境的补偿的工作 刚才提到了 有一些 譬如说 智洪池 人工湿地 或者是低洼地 这些地方 帮助他能够富裕 这些工作都不容易 但是今天不做 明天就会后悔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继续进入我们今天 第八题 同样也要请教 两位的环保政策 一起来看 BCR 我们想问国民党